这个叫甲桥 然后呢 无论是背或者是肚子都经过整理 然后中间有一条裂缝 那条裂缝叫千里路 或千里木 有人说木眼睛有人说路 总是直的 然后分成两半 那大部分的甲骨片 有些都破裂 没有甲桥或中间切掉 就是因为它很容易分裂 然后 然后在背后 反面会有很多的那种砖跟枣 然后而且是相对 砖跟枣相对 我砖又有枣 我砖又有枣 我们现在就当作上课 然后是很漂亮的对应 如果你发现甲骨片的后面 大概是这个感觉 就是一个圈圈 旁边会伴随着 有一个直线 那圈圈就是所谓的砖 用一种 这种我们说的那个铜刀 当时是铜为主 当时铁还没有很发达 铜刀或者是用一些贝壳 它的那个尖尖的 是磨尖的 然后去砖它 然后砖好的是一个圈 然后再接着是用镯的 镯的就是这样镯 然后会有一条直线 然后据许俊雄说 其实这种乌龟片 你如果只是这样 纯粹都不处理 你用火再怎么烧 它不可能会有裂开 就正面不会有 这种各式的横积 不会 正面不会有 不挂那个补那个样子 不会出来 那个就是因为砖的时候 一条直线 然后用火烧了之后 它会这个圈圈 会裂开一条不规则的线 向上就是急 中间的就是不急不凶 往下就是凶 然后把这一些呢 所有的概率去计算过 急的几个 凶的几个 不急不凶几个 来判断这件事情 我们的急凶 这个结果 这样子 这么好玩 那 许建雄的贡献是在于 他在整理名义室的 这个甲骨片的当中 他赫然发现 不同就是以董作编所分歧的每一期 跟他所看到的砖着的那个样子 或砖着的这个 就算是切口吧 他竟然 这样如此的精密的发现 他们形态是不同的 然后他把形态呢 就写成一篇论文 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就是甲骨文的专找形态 断代 假设 就是想想 就他自己的想象 结果呢 一说出 博士拿到了嘛 人家认定他这是最新的发现 然后大陆 中国那边都不理他 都没有人理他 一直到最近 他们又用新的方式来分兵组 分什么组 来想要把 董作斌的那个分歧 再搞得更仔细一点 发现会有前后矛盾 然后再把许金雄的这个 背后钻找的模式 那个切口 研究出来的 断代的那个结果呢 拿来比对之后 赫然发现跟董作斌 所分得起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开始对他机会崇拜 然后才把他列为 这一百多年来 甲骨学最重要的 二十五名贡献最大的学者 这样 所以许金雄不是我们 普通的台湾人 他是甲骨文发现的 二十五个最重大贡献的学者之一 他如果你们想跟他学什么 趁他还活着 赶快跟着他 在台湾 他1942年什么的 1942年 美国31年 31年78岁 那前几次上课 他牙齿都好好的 有点是带假牙 这个星期六他上课 都没有带假牙 更会烙红烙红 所以我觉得健康可能也不太好 那整个人就可能都是西医嘛 做很多治疗 他的脸都这样浮浮种种的 这不是我们以为的很健康 他现在就是 他不能够 新冠他不能够回加拿大 所以他不得已知道 在台湾做社会教学 他不想到学校去 学校邀请他去 他算我不要 我才不领那一点点的钱 搞得我疲惫不堪 我现在要的就是社会教学 我要把它普遍的 讲的超这个直白的 超简单的 让广大社会 台湾的人都能够听 他希望这样 不要把它变成树枝高格 学术殿堂的这个东西而已 普及化 他希望这样 这是我们 我觉得我现在这么有机会 跟他亲近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他希望普及 然后这个是当作补充 连不止